我们已经结婚三年了 这两年我的学业压力有目共睹 为什么你没办法成为我的知心人 我们在一起到六年多了 现在对我不满意了 走干啥去了 固执己见的你让我透不过气 我们还能坚持走下去吗 我没变啊 不是我的错啊 有请地队嘉宾有请 蔡先生29岁 来自天津公司职员 蔡女士28岁 来自河北博士生在独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学什么专业 生物 哇 好厉害啊 今天来干啥 控诉她 她有问题 咋了不是挺好的吗 就是虽然她嘴比较甜啊 但是就是自从结婚以后 不管从学习上还是生活上 她对我管的都太多了 特别固执的一个人 条条框框的 给我列了很多 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她管你 嗯 您也是博士毕业吧 对 我不是 您是硕士 硕士管博士 我就觉得我的队啊 您学什么专业的 我也学生物在这儿 那怎么她读了博 您没读呢 对的人 当时也是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嘛 我这边的话 先工作嘛 嗯 然后她那边 也是想更深一步的那个求学嘛 啊 怕读过事了 我就找了工作 这就难怪了 你看看 俩学霸堆一起了 这怎么整呢 她怎么管您啊 你就说学习吧 我实验性学科嘛 实验不可能说 像她这种朝九晚五 对呀 她就觉得 她朝九晚五 那我就应该规律是一样的 上午 中午下午 就各种时间 问你上午干嘛啦 中午该吃饭的时候 你吃什么啦 然后你吃了吗 下午的时候也问 然后尤其是她下班以后 她下班到家了 就直接问我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那不就是关心她吗 她就嫌我管得多 坚持她那种 我就觉得我的做法挺对 你明明知道 我有时候可能看不了手机 或者是没办法 及时换出消息 那你可以先跟我说嘛 主要是你没有理解 我的这种学习的工作性质 你就是每一次 你给我发微信了 我必须看得到 然后回复你了 如果微信不回 你就打电话 打一个不回 你就打十个 那不就是想知道 你在干什么吗 打了十个不回 你就去找我 对呀 那不就应该找你吗 那你知道我当时 在干什么吗 你当时你可以天跟我说呀 但是你没有跟我说呀 那你理解过我的 身不由己吗 有啥身不由己的 我来一句啊 我指导问题的核心吧 我在这个阶段 可能我的实验 就是比我那个老公重要 我在这个阶段 我的业余时间 就是没有我的实验重要 我在这个人生阶段 我就需要这么去做 我要丢掉很多东西 来保我的实验 接受还是不接受 我不接受 不接受就分呗 这个都考虑不到吗 我理解的对吗 人家这个人生阶段 就是这么个阶段吗 这个阶段 你也同意他去读博了吗 这个阶段 我看其他人 他也不这样啊 那是其他人啊 他不一样啊 但是他 为什么不能尊重一下 他的想法 他为什么就不能 就是合理安排一下呢 合理规划一下呢 我合理性弱 我反正我不太接受 那你不接受怎么办 那最后把人逼走呗 那我周围也有很多 就是成家了的这种同学啊 这种 还有有这个老婆孩子的 然后有老人的这种 都有很多这种情况呀 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 一定要我怎么怎么样 一定要回去陪你 而且有时候我也妥协了呀 但是我在家的时候 就是他对于生活细节 是把控的特别 严格的一个人 您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在家里 工作的时候 然后我把东西 就是放在桌子上 电脑 还有一些书啊 笔啊之类的 然后我有时候还吃东西 它就是那种垃圾 它只要是成为垃圾 它就一定要在垃圾桶里 我有时候吃完东西 比如说我喝了半瓶酸奶 我刚放在旁边 他就问你喝完了吗 你喝完一定要记得扔 然后语气当然 也比我要严肃一点 但是我当时可能在 就应该扔啊 可能在开会 可能在聚精会神地看东西 你就一定要一遍一遍地 我往这放一个东西 你就过来看 在旁边一趟又一趟 就是我在家里 谁让你太乱呀 我就特别地心烦 我就讨厌这样的 不 咱生活随意一点 没那么多规矩 跟科学不一样 我觉得我是对他好 培养他好的生活习惯 那不挺好吗 他不需要你培养 我觉得我需要 我就需要管他 那是你思维出了问题了 你凭什么管人家 我叫他老公啊 我拿什么资格管理他 就因为我叫老公吗 就是两个人 在一块生活吗 对呀 互相磨合吗 你认认他 他认认你不就完了吗 他乱一点 你就愿意 你就给他勤收拾 不愿意就随他去了呗 但是我觉得 我是对他好啊 那是你的认知啊 你的认知就一定对吗 我的认知 他的认知就一定错吗 当然你一定认为 你的认知是对的嘛 所以叫认知偏狭嘛 哪来的那么多 应该呢 这个世界上 就他很乱吗 对 他说子 还有梳妆台 还有他如果 每天早上起来 想要去找衣服嘛 翻的那个柜子里 还有床上 沙发上 然后特别乱 然后我晚上回家以后 我就看着特别的生气 然后你会怎么做 然后我就想 就是给他一个教训吧 就是想让他记住 然后以后别这么弄了 就是我也就学他呗 然后他看着还特别高兴 对吧 对 然后我就更上气了 那你生气啥 人家自洽了呀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方式 那你收拾呀 自己的东西 不应该自己干嘛 那我要老公干什么呀 老公他也不是保姆 老婆也不是 陪人聊天的工具呀 反正在我的认知里 所以你认知 你看 那是你的认知嘛 难就难在这儿 你说我们断不清楚 到底谁对谁错 对吧 我认为我是对的 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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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对你就失去他了 你对 你接着说 垃圾这事我们听明白了 你老公是挺固执的 我们再往下听 还让你干嘛 让你不舒服 问题是我觉得 就是我也做出了妥协嘛 我就尽量地 就是协调我的时间 协调我的安排 所以晚上我回家的时间 就尽量 就肯定是比其他同学要早的 所以现在我感觉就是 跟同学们进度就差很多 所以我就现在特别担心 就是延避啊这种的 本来毕业就不容易 我觉得如果要是延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员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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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认知其实跟妈妈更接近一些 对吧 对 你们俩在消费观念上怎么样 因为我没有时间逛街 我平常可能就是出去也不太方便 或者是没有那个时间去选之类的 那我就是可能实验间隙的时候 我就看看手机 看看直播 然后就是网购嘛 他就是那种 觉得我穿什么都不好看 问题是我还没事 寄掉家里的新衣服 他就只有给我退掉 他嫌我买得多 你买了他就不好看 审美又不行 那谁穿呀 不是我穿吗 而且我穿了吗 你就说不好看 但是你也不用买那么多呀 咱家全都是你的那个 衣服的那个包装袋 然后你还买一些 首饰之类的 一买就买很多 你说咱家又不是那么有条件 费得买那么多 一看直播 然后就被直播给吸引 然后就开始买 那你说咱平常出去玩吗 是不是也没出去玩过 也不怎么花钱 那我买一点自己能穿的 能用的怎么了呀 勤俭吃起来有啥不好的 你之前的衣服又不是不能穿 不一定非得每次换季 都要买新的吧 你看你用这种大道理来约束我 大道理 它为什么叫道理 就是因为它对呀 你说平常生活作息它也管 你招就玩我 我可能十一二点才回去 有一些临时的实验之类的 或者写报告 然后我睡得晚了 第二天顺便补充一下睡眠 多睡一会儿 你就必须叫那个汁儿 就说必须早睡早起 第二天早上 有一年那个大冬天的时候 它就清晨就起来了 然后直接把这个窗户全打开 然后把我被子拿出去晾了 就说就应该早起啊 那我本来就是早起毁一天的事情 那你这样管我不快乐呀 那早睡早起还身体好呢 你为什么不好在这个方面 你如果天天很晚睡 然后晚起 就对身体它也不好啊 行 我问几个问题 你们谈了多久了呀 六年 然后谁提出的结婚 共识吧 你们那会儿没有觉得 有这么不合适吗 我们之前生活上的交集不多 就是出去开心的时候都挺好的 出去玩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都比较 我推测可能是相对侧重于学业 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玩什么的对吧 没有涉及这么多的具体 对 以前我们是研究生时候的同学 然后在一起的 他也有学习 我也有学业 所以就是基本上都是同频的 那就说自打你考上博士之后 你们的生活就变化了 还是说自打你们结了婚之后 生活就变化了 结了婚之后 生活在一起就变了 用三个词描述一下你的婚后生活 你先说一个 婚后生活的话就是不太理想 不理想 你来一个 紧张 你叫不理想 它叫紧张 你再给第二个词形容 就是它太懒了 你呢 压抑 第三个词 大概主要还就是懒 你有吗 第三个词 不快乐 紧张 压抑 不快乐 不理想 太懒了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两个人的作息也不一样 我的一些观点他也不认同了 跟他说的话完全就不改 所以你也不快乐 是吧 我也不快乐 我觉得你为我好的一个基础 应该是在舒服的前提上吧 你不可能你为了我好 然后我还不快乐 我明白了 那我再问问 你理想当中的婚后生活是怎样的 就是两个人都为了这个家付出嘛 平常也要收拾家务 因为我比较在于这些季节问题吧 勤俭之家这种都是我比较推崇的吧 是不是发现娶错人了 有点 女生说你理想当中的那个婚后生活吧 轻松愉快 然后无拘无束 有人陪很幸福 嫁错人了吧 我不知道 领证领了多久 三年 那你活马上要毕业了吗 还有一年 一年以后要孩子可以吗 一年以后我都三十了 有点晚 你只考虑你 而且生孩子又不用你生 但是你可以合理安排吗 我早跟你安排好了呀 是你变卦的 那我也不知道你这么懒呀 跟这有什么关系吗 我这个人就是看问题比较注意细节 而且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就是做实验或者是老师教我 都是有逻辑的 一二三四该怎么样 我回家以后还要这儿 条条框框的约束我 你应该早睡早起 那你是我老公 你又不是我老板 更不是我老爸呀 老板 老公和老爸 不都是为你好吗 这个世界上有个词特别可怕 就叫为你好 其实好像并不是真的为你好 因为方法用错了 就不是为你好了 而是我快乐 你想想看 你现在跟他说的每一句为他好 只要他做了 到底是谁快乐 他达到了是不是你快乐 他并不快乐 好 我接着再问 人的能力是不是有区别的 有人一个小时能完成的事 可能有些人需要两个小时 承认吗 承认 用同样的方法 但是因为能力的问题 时间会久 承认吗 承认 好 那问题就来了 我假设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按照你的时间规划 你可以做完 他做不完 这个时候他怎么办 他肯定就是方法不对 我的能力就在这儿了 那就是这个人有问题 人有什么问题 那他为什么做不完 我能力上线就到这儿了 我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情 我就没有你那么集中 这就是能力 综合能力 我的能力极限就在这儿 别人做两个小时 我就得做三个小时 我就问你行还是不行 不太行 能力可以培养啊 培养需要时间啊 那他可以就是快点培养啊 就是我每次就是 我已经很快了 很多事都是我说了很多遍 然后他还不改 所以这就是你的问题 好累是吧 跟你先生交流已经感觉到了 你不太变通啊 生活这样会很累的 我觉得那些都是对的 你生活这样你会真的很累的 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应该 你们俩以后有孩子 我估计你一定是那个 洗脑命发了 送到医院去的那个 真的 你孩子学习不好你咋办 学习不好就教他呗 教教不会咋办 教不会就继续教 那还是不会咋办 不可能 还有不可能的事了 我觉得不可能 您这书白读了吧 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 只存在于一个人的认知和脑海里 对不对 有啥是不可能的 您告诉我 更何况你们俩现在是夫妻 你不是他的班主任 你不是他的导师 你们这家导师都叫老板对吧 你也不是他老板 他干嘛要听你的 行 我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我能够感受到女生 在这段亲密关系当中不快乐 我其实也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 男生在这段关系当中的憋屈 因为他想象的婚后生活是 女人要围绕着整个家庭 做一个主轴来转 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 做错的一件事就是 当时你们在规划的时候 应该你去考博 她去工作 你要承认我要的女性 是为我相夫教子的 而不是在一个阶段里 把时间和精力 放在自我成长和学业上 这大概是这个婚姻当中 我看到的最大的问题 也是你不愿意承认的 你要的老婆不就是相夫教子 听我的话吗 围绕着家庭来转吗 对吧 这个女性她不是 至少在这个阶段她不是 你的这个大男子主义之类的东西 偏狭的东西 在现在整个的谈话当中 已经暴露出来了 我们都感受到了 不信你问问这些老师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人生没有唯一标准 我觉得人生最大的 唯一的标准 就是你在面对婚姻 和工作问题的时候 你的弹性度够不够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婚姻弹性度 才能让一个人活得很愉快 可是男生 你不是一个有婚姻弹性度的人 你没有弹性 你变得硬邦邦了 你会活得很累 同样你会让你身边的人 跟你在一起很累 越累越得不到你想要的 如果晚一年生孩子有问题吗 不一定有问题啊 但是晚一年生孩子 可能让你们两个人都很开心 他可能能投入更多精力 在他的学业当中 他可能实验做得更好 导师更喜欢 未来能找更好的工作 对吧 所以不要把唯一当成生活的标准 也不要把唯一当成婚姻的标准 但同样的我想问女生 如果你现在就怀孕生孩子 你不觉得挺好吗 一边在做实验 一边生孩子 一点都不影响学业 大部分的同学 博士的时候也生了孩子 为什么还没有早生 因为害怕未来工作的时候 耽误工作 对吧 也没有问题啊 所以你们两位 在我看到最大的问题是 你们都不想好好地去跟对方协商 如何把婚姻经营好 你们只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不断地指责对方 那这个婚姻过得就很痛苦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过好 这个婚姻 不妨把每个人的婚姻 谈戏都都变一下 去协商一下 我们要不要早点生 如果早点生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早点生 如果不想早点生 还怎么晚点生 如果家里就乱糟糟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计划一下 谁来打扫一天卫生 谁来打扫另外一天卫生 商量嘛 干嘛非那么较劲呢 我跟你讲 较劲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你最爱的人会远离你 不要较劲 较劲就是对自我的惩罚 怎么还劝她俩生孩子呢 我觉得她俩完全不合适啊 因为再下去的话 我觉得会出大事的 女生你怎么没有意识到 就是她是一个情绪 如此不稳定的人 她在对自己动手 这件事情上就非常严重 然后你给到的是 她又没打我 对 她又没打我 你这个自我保护意识没有吗 这是最基本的一种 女性自我保护意识 面对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男人 她在对自己动手的时候 下一个时报对象就是你啊 只不过你还没有碰到 那个边缘而已 你在用你的行为 在反抗她 在一点一点激怒她 她说让你收拾 啊不 我就喜欢这样 她让你干嘛 啊我不 你现在就是在把 这个气球 一点一点一点地吹大 有一天爆了 就爆在你身上了 男士 刚才在场上说了一句话 我就特别生气 你说自己的事情 自己干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你自己生孩子去呗 不是你想要孩子 也不是我想要孩子 自己生啊 你自己能生吗 所以什么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还来一句 你什么审美啊 你审美那么差 她是你老婆哎 她审美差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差呀 我选了一个这么差的老公啊 对啊我审美就是差 还什么我说的就是对的 你是谁呀 所以以你的这种的性格 你带给她的你所谓的 我为你好 当你带给对方不舒服的爱的时候 这就是一种变相的压迫 如果你认为这个妻子 不是你当初挑的那个 而且你说到了 你说有一点后悔了 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想法 那就做决定 不要再彼此折磨 女生也一样 你考虑一下 当一个男人对你说 我有点后悔娶你了 意味着什么 而且你在这段婚姻当中 又如此不快乐 如此压抑 如此疲惫 我觉得你也要考虑一下 该何去何从 男生想考博士吗 就一般吧 那就不想考 那他考博士你支持吗 当时挺支持的 为什么支持 我也要注意 多谢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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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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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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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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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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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看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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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看